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区政府2016年度市政报告中提出将启动蓝天工程 预计15到20年透过短中长期计划 搬迁和取消群楼学校 让学生拥有蓝天语操场 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 但工程一推出就引来了众多批评 指政府开的是一张空投支票 而近日复联学校新校舍已经完工 成为蓝天工程落成的首间校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大量移民涌入本澳 教育需求大 澳浦政府批出部分大厦中甲陈设施 俗称群楼开办教学事业 至今澳门有15所群楼学校 成立至今校舍空间有限 有效无远 长期不见蓝天 人均校园面积也偏少 学生缺乏户外操场等硬件设备 近年来根据监测结果 澳门青少年综合体质有下降趋势 群楼学校学生体质更受到社会关注 面对教称局规定 体育活动时间倍增 群楼学校问题究竟怎样解决 怎样帮助学生们享受他们应有的蓝天和阳光呢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生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关崔欣 欢迎关议员 以及群力智库常务理事陈嘉良 欢迎陈先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蓝天工程 如何早日有效实行等相关问题 近日复联学校的新校舍成为蓝天工程首间落成的校舍 可以提供一千多个学位 含有室内运动场和礼堂设施 而在上个月的立法会上 有不少意见就嫌二十年太慢 批评蓝天工程的推动前缺章法 其实现在来看 这个蓝天工程最终有所进展了 其实对于政府这个二十年的短中长期的规划 您是怎么看的呢 关议员 我自己觉得蓝天工程是一个必须要做的 落实的政府政策 但是作为十五至二十年推出 解决蓝天工程这个问题 我觉得太长了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要少于十五年 因为现在剩下来的 还有十五间群留学校 那么政府是否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 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就是说要十五二十年的时间 才去解决这十五间学校 我觉得是对这十五间 住在群留环境下 学习的小朋友是绝对不公平的 所以其实现在澳门是否没有土地 或者没有一些资源 经过认真的调拨和研究 去解决群留问题 我觉得又未必的 所以希望政府在这一方面 能够更加加速去认真解决 好的 其实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就表示 十七间的这个群农学校 在出任期间会解决四间 会优先处理的就是 明爱学校和妇联学校 其实这两间都是澳门传统的 这个社团学校 难免会让外界去质疑 其实政府的这个标准取决 到底是哪些因素呢 陈先生 我觉得房间的质疑 可能有少少误解 因为据我所知 互联的土地 其实之前有批过给其他学校的 但是其他学校可能研究过之后 发觉可能不太适合自己的形容 所以就没有要到 转转间就是互联学校就要了 要了之后 现在就所谓解决了一间群留学校问题 但其实根本上就不是优先批给互联线 至于明爱 因为大家知道看新闻 明爱是搬到 去坎仔的浦荆花园 那个地方空气好 在山上的景观也很好 但是交通很不方便 如果是一般的学校去到那里 牺涉到交通问题 其实对小朋友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明爱是特殊学校 它可以以校车的形式送过去 而且可能在特殊学校里面 那个环境上学是比较适当的 所以现在政府解决了这两间群留学校 其实就是因应它的特殊情况 机缘考核会解决了 并不存在优先照顾传统社团的问题 当然政府应该有一套准则 这套准则我觉得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 一个就是现在剩下15间群留学校的人数 第二个就是群留学校的环境 因为每间校的环境不同 有些它虽然号称叫群留学校 但实际上它可以见到蓝天 不过就是群留里面 有些人数比较多 接着又见不到蓝天 有些可能只是幼稚园等等 政府其实应该有一套标准 考虑人数 考虑它的生源 考虑它的实际的校舍环境 还有现在现有掌握的 可以短期之内提供的校舍 如何去做一个匹配 所以它各方面一个综合考虑 就排一个优先次序 那么其实其他学校这个十年二十年是否有点过长了 刚才也是关议员提到了 是否能够加快呢 程先生 作为教育界来说 其实就跟关议员的想法一样的 如果 如果尽快能够解决当然是非常之好 因为十五间群留学校 在学生加买总数 在正规教育当中 占的比例是不小的 加上这些是小朋友来的 全部是幼稚园的学生 小学学生 在他们这个发展阶段当中 最需要见阳光 最需要去呼吸新鲜空气 所以我们都可以这么说 就是心急疑愤 其实议员之前也有推过这个项目 其实我觉得蓝天工程的启动是慢的 因为特区政府早已说过 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兴奥 将这个作为一个施政理念 但是就来到这届政府才去 真正去推蓝天工程 其实整个启动是慢的 启动了之后 十五到二十年 我自己个人的见解 是希望它尽快 刚才关义员说 能够十五年之内能够做好 其实我是乐见其成的 希望特区政府 如果定了这个计划 决心要大 除了社民司之外 应该是去到特首层面 体现教育兴奥 能够综合运用政府所拥有的资源 包括官校的整顿 包括可能是限制土地 包括现在掌握土地 大胆地能够用在教育方面 真正落实教育兴奥 这件事 不能说一定是二十年 十五年或者十年 能够解决教育界是乐见其成的 好的 其实政府也是表示 早前已经联络过 北区的某间群楼学校 但他们是拒绝签出 学校担心签翘后 存在着声援没有保障 以及跨区上学交通不便等等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您怎么看这个学校这种担忧呢 官员 其实我觉得 蓝天工程是一个好的方向 但我们不是为了解决蓝天工程 就什么都不去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学校的开设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符合当地的地区 如果我们要讲蓝天工程 难道我们将它们搬上山 集中一个地方去解决问题吗 其实每一个学校是应该要就那个区域的发展和需求 而兴建的 现在政府提出的这个学校的 就是支援的情况 也都希望解决某一间学校的搬迁问题 但是为什么这间学校会不搬迁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单考虑 去到另一个地方有没有生源竞争的问题 而是根据我的了解 这间学校 它有一个比较相对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间学校的收生 它的生源基本上是跨境的学生 那么跨境的学生 它就必然是要接近关口 然后才方便这些小朋友上课 如果你为了要解决这个蓝天工程的问题 要将这间学校迁离 远离这个关口的时候 那学校当然感到困难 因为原来那些学生会面对一个 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交通问题其他的问题 另外对于一些很小的跨境的小朋友来说 它在那里没有了一个相对就近的学校上课 对这些学生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考量这些原因 充分和这个学校去研究 有什么方法在就近这个区域里面 政府所拥有的资源上 如何和这些学校去作为调换交换 令到这个学校继续能够服务到 这些跨区的学生 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认真去思考 不是说只是为了要解决蓝天问题 我就将你搬走就是问题 去解决 一定要从学生为本这个角度 去思考整个蓝天工程的配置 陈先生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怎么看这个学校和政府 如何配合得更好呢 我很赞成关于刚才所说的观点 因为这家校我们也有了解它的情况 觉得蓝天工程也好 或者其他的教育改革也好 都是要基本上如何向学生提供便利 是优质的教育 当然如果能够全部是蓝天工程 都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蓝天工程仅仅是 达成优质教育的其中一个环节 如果因为蓝天工程 而去做产生了其他的问题 包括生源分布的问题 包括一些交通的问题 包括地区明明有很多色灵的学童 但他没有了学校被迫要跨境去上学 去到其他地方去上学 这些可能是新的问题 我们都要去思考 不可以因为蓝天工程 而忽略了这些问题 其实说回那间学校 我们也有看过它的情况 刚才关燃我都很清楚 他跨境学童 另外还有鄰近地方住在关习一带 那些学生都是在那里上学 如果他搬走了 那些学生会是怎样有多少可以跟过去 如果不跟过去 那些学生的就学情况是怎样 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 新的校舍之间 蓝天工程搬过去 它的校舍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不仅仅只是一个独立的校区 有比较大的改善 它搬过去的意义才是大 看回关习那间学校 他其实是见到蓝天 当然他在裙楼里面 在天台里见到蓝天 即空气质素各方面是可以的 反而搬过去之后 我们见不到有比较大的改善 所以其实校校的考虑 亦是一方面 不是完全不考虑蓝天问题 它综合了考虑办公司的责任 自己的身边问题 以及空气流动 所以他做了这个决定 我觉得政府也好 或者是社会也好 应该理性地看这个问题 蓝天工程紧紧线 是优质办学的其中一个问题 不是全部问题 不能因为他就不考虑其他事情 其实政府现在也挺好的 我所知 政府也就蓝天工程 已经是积极展开了 与学校之间的沟通 我相信学校会积极配合 政府也提供多些选择给学校 大家可以有商有略 能够一起去做 将蓝天工程做好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 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议员讲探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声音节目 以员讲谈 我是宋学霆 我们继续来探讨蓝天工程等相关问题 谭司长也是表示本想蓝天工程快一点 但碍于这个土地不足 政府已经去很努力 甚至是用了官校的用地 其实哪些这个土地的资源 目前是蓝天工程可以运用的呢 关议员另外就是这个土地回收和运用方面 您有怎样好的建议吗 其实我相信现在澳门土地资源短缺是一个事实 但是政府不等于完全没有资源 我觉得要解决蓝天工程 是政府需要有一个变通的思维 变通的思维是什么呢 善用现在政府手上有的资源 当然有一些部分的土地资源 我相信有一两块的土地资源 是可以作为学校的发展使用 另一个就是现在政府现有的一些设施里面 能不能够重建或者改建 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考量的地方 再一个就是回收的土地 现在限制土地当中 有哪些是可以回收的 这样政府是应该去优先去考虑 去解决蓝天工程这一个学校的发展的问题 再一个其实还有一些 我举个例子 最近其实大家都会说的 就是北区里面 就是比较学校资源比较紧缺 现在社会上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去年我们的日圆九场 它已经药满 社会上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个这么大的土地空间 是不是应该继续发展这个赛九的事业 又还是让这个赛九这种运动 搬到去跟赛马一起合拼 而腾出去土地空间 去发展整体的学校和社区服务的设施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值得去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只是谭司长一个教育部门 去思考的问题 而是作为整个特区政府 它应该就解决这些 剩下来的15间学校的学生 去面对蓝天 获得公平发展的空间 这一个角度去解决这一样问题 大家要放在一个重点上 无论是拥有土地批级权利的部门 以至到尤其是去到我们特首这一方面 去怎样整体综合考虑 协助这一个部门去解决这15间学校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方向 我相信不会要等到20年才解决问题 好的 另外这个谭司长还是表示 这个蓝天工程的短中期已经计划好 而未来15到20年的新城的A区落成 已会考虑把群龙学校迁入 但是这个社会也是担忧 三万两千个这样的一个单位 将会挤爆A区 若A区再加上学校这个空间是否允许呢 陈先生另外就是说 分三到其他这个新区是否可能呢 我觉得都是那个刚才那个原则 就是说你没可能 因为解决蓝天工程 而将所有群统学校搬到某一个地方 一个造成交通一个用势 另一个就是你搬走之后 原来那个地方还是有人口密集的 他们没有学校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考虑A区也好 或者考虑整体布局也好 其实应该是一个全局思维 就是人口多个地方 你必然是要有适当的学校在那里提供服务 就是新城A区 其实大家知道那里真是有十万人 十万人说他本身也需要一个学校服务在那里 所以新城A区的学校园 我想主要还是要解决新城A区本身的行额需求 可能一部分的北区 所以居民可以过去 但他应该是一个 解决群留学校的一个最主要最主的社会 亦都回应到议员所说 现在政府其实有些土地可以用的 九场的问题和一些限制土地 其实他很多都是在北区那里 解决群留学校那里 就不要只是一粒打算是A区 加上A区坦白地说 什么时候田园 什么时候去建好 一个根本的未知数 15至20年可能 不知那几年之后 那边才能够落成 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反而重点是 现有15间群留学校 在附近地区提供一些资源去解决 看回官校的一些土地 可否有效地整合一下 腾出一些土地 让现有群留学校搬游 怎样使用 这是一个 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思路 政府也提过 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 原有的一些群留学校 有两个校部 或是几多个校部 他有蓝天校的校部 可否适当的条件 给他拆建重建 如果拆建重建 可以放得更多学生进去 可以将群留那里搬回来 这也是一个思维的转换 刚才是议员所说的 第三个当然我是很赞成议员所说的 就是一些限制土地 还有就是说日圆九场那里教育界都是很渴望的 我们不期望整个日圆九场是比赛做教育界 但希望有一部分能够做到学校 所以我觉得解决群留校 还是应该要 在原居里面 我们有什么资源 能够怎么去挪用 会更加好一些 好的 另外也有意见就提议 这个新区预留小学及幼稚园的用地 以供群楼学校优先利用 那么未来都市更新开展时 也可以在旧区内预留学校用地 以供群楼学校去迁入 就是对此您是赞同的吗 那个完全应该 其实都是刚才所提及的一个原则 任何一个地区都好 当它是有大量居民去迁入的时候 政府必须要配套 有充分的社区设施 包括除了其他之外 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区的学生 最好能够解决的就是 让他们有条件 原区就学 这样就会减轻交通的压力 因为不只是为了就学 方便学校方便学生的问题 因为学生不需要跨区回学的时候 那个对车辆的使用 对道路的压力也会减轻 同样的A区也一样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 A区人口众多不应该有学校 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A区的人 他需要给他的子女去上学 当然是原区就学是最理想的 所以其实不同的学校也应该在A区里面 有相应的校舍 这样才能够令到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离开这个区去到别的地方上学 包括未来的都市更新同样也都一样 总的作为社区发展上面 除了住房的分布 也都要有社区设施的安排 学校的兴建是必须的 好的 另外这个部分的这个群楼学校也是密不透风 结构老化渗水 活动空间也是不足 阻碍了学校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运用 那么学生呢 也是要步行到外租场地进行体育锻炼 或是在这个围着学校跑步 存在着安全的隐患 其实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呢 陈先生 这个要出外去做体育训练和围绕着学校 其实真是亦都是无奈的选择来的 因为新的课框通过了之后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个运动时数 以及对于学生的那个活动的那个身体的素质 是要有一个保障在 因为教育本身就应该让小朋友健康成长 但是其实我们看回一些报告 那个体质报告其实2010年比2005年比较 它是一个令我们很担心的一个现象 全体市民的身体素质是有所提高的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是下降了的 这个令我们很担心 但是当然了 你仔细地分析 青少年的体质下降 可能也跟他们的上网有关系 不一定完全是蓝天工程那部分的问题 但是在学校来说我们很希望也能够藏着多些条件 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政府现有的一些 一些中心 一些地方 一些或者是自由波地 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 可以让学校在学校宣传多些 希望学校能够善用那些地方去做一个体外 就是户外的训练 因为本身群留是没有的 那邻近有没有自由波地或者什么中心 可以能够申请在一处就学校的上课时间去做 另外就是作为学校来说 亦都自己要想多些 比如我们校都是群留校 但是我们都会想一些室内的运动 就是柔软粗的室内运动 我们要去做 要去创发出来 研发出来 使得我们的运动时数是能够达到的 另外我们亦都 自己学校在做一些达标的训练 达标的训练 譬如我们规定初中或者高中 你去跑松山 能够跑多数分钟 跑过称为达标 如果有达标训练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学生 他们星期六日 自己都会走去那个 松山那里跑下步 而不是去打机 或者去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自己考虑想多一些 一些校本的课程的东西 让学生自己主动 走去做一些 室内的运动 也是一个思路来的 嗯 好的 其实本澳是否可以参照这个内地 以及外国 像类似日本这种 土地面积比较小的这些国家的做法 来推动我们这个蓝天工程的事实呢 关于人 我觉得当然 当然有遮驚的参考 但是澳门始终呢 仍是要因应实质的情况 我觉得更加关键的就是说 作为掌管教育的官员 和学校方面应该要多沟通 去怎样去解决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三五年之内 不能够改善的情况下 有什么更好的条件去协助这些学校 让学生可以有条件 去接触到阳光 接触到有一个更好的空间 去让他们运动身体呢 现在有些学校 基本上是说会借用一些球场 但是这个借用可能会比较远 整体上来说教育局在这方面应该要尽量提供一些协助 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长远的就一定是能够令到每间学校都有自己的校舍和活动空间 所以这个也是希望蓝天工程可以尽快落实的一个很大的希望 因为事实上现在我们说的 剩下15间学校是绝对不公平的 其他学校都已经 作为政府 尤其是我们政府推行入网教育政策这么多年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硬件资源上 还有十几间学校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呢 所以我觉得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责无旁贷的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想尽一切办法 尽一切的可能和调动所有的资源 去解决这些蓝天的工程问题 好的 虽然这个蓝天工程已经有所进度 不再是空头支票了 但也希望当局早日给公众一个时间表 尽快换学这么一片蓝天 今天多谢关议员以及陈先生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议员讲坛 我们下期再会